在台灣還有一個星期就是總統大選投票 今日國民黨和民進黨都有很多競選活動 和在台北的洪爾敏談談 阿敏娜拉薩發生騷亂 政黨有沒有借題發揮呢? 李卓敏娜 其實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馬英九 今早就回應了件事件 他說非常關注 又說希望大陸方面不要用武力 他說台灣方面對西藏的立場是一貫的 就是希望大陸方面可以給西藏有自治權 而於台灣大選越來越接近 現在只剩下一個星期的時間 藍綠兩大陣營的總統候選人 今日都各自有拉票的活動 其中馬英九今天就集中在台北市和台北縣 是做數街拉票的 全日的行程是超過12個小時的 上陣交由羅振邦說 還有一個星期就是台灣大選 國民黨在總統府外的海達格蘭大都 舉行加連話 爭取民眾支持 每次選舉在台灣都有不少紀念品 好像今次一樣 有馬英九的公仔 一些帽子 還有這些代表馬英九和蕭曼祥的取 因為馬英九像萬長 然後捶捶背 輕輕鬆鬆送總統府 還可以打貪圖 馬英九加緊數街拉票 支持者不斷湧上前 馬英九重申 他提出的兩岸共同市場 開放直行包機 和被大陸觀光客來台灣旅遊的政策 對台灣有利無害 台灣人民在過去這些年來 透過各種民調各種選舉 已經非常明確地表達 他們希望維持中華民國台灣的現狀 所以到目前為止都還看不出來 有任何要改變的跡象 所以我的政策講得很清楚 另外馬英九在昨天的政見會上 再度向他的對手謝長廷 以及民眾鞠躬 為藍營立委幾天前 闖入民進黨競選總部的事道歉 不過謝長廷就批評馬英九 只是懂得鞠躬 根本約束不了藍營的立委 亞洲電視記者羅鎮邦在台北報道 明天在台北、台中和台南 南陸兩大陣營的總統候選人 都會有大型遊行和造勢活動 雖然暫時來看 馬英九的支持率仍然領先對手謝長廷 不過馬英九今天出席拉票活動的時候 不斷叫民眾一票都不能少 說他們如果不出來投票的話 他可能是選不到的 而謝長廷方面 繼續就國民黨踢館的風波 帶做文章批評馬英九 又說希望透過這樣 來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 我們就這麼多了 先將時間交給香港的新聞報 謝謝 阿敏 廣州黎灣區一個街市有雞隻異常死亡 海南區農業工商部門追查雞隻 是來自南海旅水鎮 草場一個無牌經營的家禽批發市場 消息指 部門昨天凌晨撲殺了牆內30萬隻家禽 早上仍然在清理家禽的屍體 當局查封了批發市場 並且進行大規模的消毒清洗 在市場的出入口設置消毒池 當局證實 批發市場是在星期四的早上 有雞隻異常死亡 當局調查發現 市場裏面110個家禽攤檔 傳屬無牌經營 南海區的農業和工商部門 都否認當地有人進食家禽之後死亡 我跟大家說這個絕對是謠傳 到目前為止 南海區沒有發生過任何 因為接觸雞隻 或者是其他的事情 市場開辦者和經營會開會 叫他們停止經營 在12月11日 我們已經發出了停業整庭的通知書 我們編制了取締方案 我們這段時間都是在取締的準備階段 所以到這個階段 由於防疫情比較緊張 我們就將取締的時間分析 而本港已經截獲廣東省有關方面的通報 如果證實廣州荔灣區街市 死去的雞隻是感染禽流感 會即時停止13公里內的雞場的雞隻輸港 食環處說 在佛山共有13個公港雞場 暫時未能確定有多少個需要暫停公港 吳定欣報導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鶯說 已接獲內地通報 病死雞隻樣本已送到